這段就用回廣東話來錄音啦 講完英文之後 前一陣子就說過 很想吃Fish&Chips的Takeaway 但是因為 Lockdown的問題 買入了太多雞肉 吃到鹽了 上網查看了之後 有一間在City的Fish&Chip shop 都還是開的 現在開車去啦 你見到這條路 現在是下五六點左右 正常來說 這條路應該是 塞爆車 因為每個人都下班回家 現在你見到 非常之空洞 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 私場 在這條路的左邊 就是一個郡的市政府大樓 所有的 最重要的事情 我當年宣誓 在2004宣誓入席的時候 都是在這條路的 舉行的 你看一下 這條路真的靜到 少了 往這邊 五 acordo 通常 cirada 在燈焦 方便 拜拜拜拜 一路 拜拜 排到這裡就好了 這段時間下班的 現在 完全沒有 沒有車 好了 轉右 到呢 就是有很多以前的 BMW 的 車房都在這裡 現在就 搬了城市之外 再交更大的地區 然後到舊子裏面 Harrie Dirickson 的外盤 這裏左手邊 有一間中國的點心室 叫做英記茶莊 老闆是以前我們來處理的老闆 是綠頸人士 所以都跟他聊聊 以前他喝茶 他都會送這碟餅 還有揮春的知識 前面這一家就叫做John Neuritz 就是英國很著名的百貨公司 一切都很當雅 服務很好 他就不是只有公司來的 就好像合作社那樣 這員工就叫做Partners 除了正身之外 他們有花學分 就好像一些cooperative 這裏就是市中心的行李 這裏就是Castle Mall 以前就是一些肉市場 就是生口市場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chopping center 這裏前面那座灰色白色的建築物 叫做Angia Television 就是ITV 其中一個地區性的製造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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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V 除了 East Anglia之外 還有Renada Times 其他 不同地區的 製造 製造 就是 如果我用Bus Line 轉去 就是舊的市中心 所有的 商品都在裏面 前面有綠色的 就是開設 改裝了 在一些 音樂會 有些 小型的文革 這裏有很多辦公室 辦公室 辦公室 這裏 右手邊的拱門 就是North Cathedral的入口 前面這間 Mate Hotel 和大教堂都差不多 那麼長的歷史 出名就是我們做 Ready Reception 因為 他們比較排長 左手邊的那間公室 在地道 通常Cafee做的 聽歌以前 曾經來喝酒 通過我們秘道 現在就改裝做 Live Geeks的酒吧 一邊喝一邊聽歌 這裏就是Madeleine Street 前面見到 有一個 Armene Recute Center 如果你想參軍 就來這裏報名 旁邊的店 我經常來 這裏打登 一個二手唱片店 來跟朋友聊 聊聊唱片 那些傻人 為何可以洗幾千磅 買唱片 笑他們 這裏就是很多的東歐人士 印度人士在這裏開店 雜貨店 還有酒家 還有很多MT Centers 以前是很旺的 現在都很旺 但是 不同的客戶 這裏 Oxfarm 就是我經常來這裏 買唱片的 但是我現在 我已經沒有了 取消了買唱片的部分 好 那拍車去拿Fish and Chips 好